我还是跟大家再讲清楚一点 这几天一定会铺天盖地 因为明天要进来了 明天礼拜四 再来礼拜五 礼拜六 礼拜天 一定会到持续下个礼拜 到9月的第二个礼拜以前 一定会有一波BNT黑资料 一定会有BNT黑新闻 我真的要拜托大家 不要被这些假讯息所骗 他们一定会大量的用假讯息 我直接很清楚的跟各位讲 BNT不是谁的 BNT就是一个疫苗 它是一个叫project 它就是一个专案 OK BNT是一对土耳其夫妇 在美国国务院的资助之下 然后开始发展的 一系列MRNA的研究 那时候大概有100多个科学家 是第一线 那第二线造出了1000多个人 其中土耳其对对夫妇很棒 他们回到了德国去 他们是德裔的土耳其 土裔的德国人 回去找了很多的资金 因为MRNA是非常新的技术 觉得很棒棒 德国投资它 成立一个资本额 大概将近3亿左右的 2亿多的美金的公司叫BNT 然后呢刚好新冠肺炎出来 三个单位看到了 一个叫做上海复兴 一个叫做淡马锡基金 另外一个最后叫辉瑞药厂 也就是美国 也就是美国新加坡 跟中国大陆 在2月的时候就看到了 发现有BNT在研究 所以呢这三家公司 都丢钱进去了 不管是基金 还是上海复兴 还是美国辉瑞 各自用不同的方式去谈 谈完之后呢 每个人就各取所需 所以这三个 是所有的BNT里头 很重要的供应的地方嘛 OK 那包括新加坡 就是因为它当初 在淡马锡基金它有进去 尤其是莫德纳疫苗 但是它投入的BNT 没有那么多 但是它跟上海复兴 是有默契的 所以这一次你会发现 在上海复兴复必泰的这一支里头 其中是有新加坡的 本来上海复兴应该所代理的 只有港澳台 对不对 但是呢会突然多一个新 就因为淡马锡基金 在里头也有做投资 OK 另外一支就是辉瑞药厂 也就是美国人在打的 就是勤教官去美国打的 Pfizer Pfizer就是在美国 因为当初辉瑞跟他谈的是 制造跟部分的资金 所以他一定会留一个 扣打出来 那最后就是BNT自己 所以德国的 就是所谓的BNT 那再加上土耳其 土耳其是所有BNT 几乎是第一线一定会 因为土耳其人啊 对啊 他们叫土国之光啊 就叫台湾之光一样啊 所以只要德国生产的BNT 一定会往土耳其送 这很正常 就这三支 不要像这些民进党的人 拼命的在黑BNT说 它就是什么舔供疫苗 那请问一下 拜登也是在舔供咯 美国人打了 两千多万剂的BNT 两千多万人在舔供吗 那土耳其在舔供吗 这个拜登政府要反中 都不愚力了 怎么可以舔供呢 要拒绝BNT 要拒绝Fizer 然后呢 德国自己也要 整个欧洲不能打BNT 因为打BNT就是舔供 那你就不能反中 所以未来这些讯息 一定会大量的 在下个礼拜会出现 但是麻烦大家 一定要追紧 我们的有情调 我们一定会跟大家讲 什么叫BNT 因为请教官这边 有一系列的外国资料 不是 现在很好笑的是 就是就算他要提供黑资料 但如何呢 现在你知道预约要打BNT的 不论是变新的 还是第一次预约的 已经加起来突破340万了 你觉得台湾的民众是什么 是傻子吗 大家其实都自己心中 各有一把尺吧 所以你现在还要怎么样来黑 大家说那其他的人 都打的是什么意思 对不对 最起码WHO认证的 它的有效率对不对 保护力 那其实WHO都是认可的 再加上他有经过 三期的临床试验 我打了觉得才安心啊 所以要骗我们吗 没有那么简单啊 可是问题是 现在民进党不就是 一直在用各种的谎言 塞给你吗 好 我先讲 现在我们线上的好朋友 大家请记得 一定要按赞好吗 也要把按赞 赞 按起来 另外我刚刚看到 有一位加了会员的临会 谢谢你有加会员 大家知道 其实加入中天的会员 对我们中天来讲 这也是非常实质 又稳定的收益 它的会员有三个级别 但是呢 其实大家都可以量力而为 我们都会非常非常的感谢 请大家要多多的帮忙 非常感谢大家 好 但回过头来你要说 最近呢大家说 那到底谁可以去打疫苗 打这个疫苗 因为这太抢手了嘛 炙手可热 人人想打 怎么办呢 谁应该摆在前面呢 我们先来讲 民进党的立委们 民进党的立委是先由 英系的立委先发动的 在这个里面呢 你看到他们是在 8月28号这一天 然后呢 就出来讲 说千万不要忘记 这些年轻人 年轻人太重要了 年轻的学生们打不到 那怎么行呢 不要忘记他们 所以呢 除了12岁到18岁的 你知道今天开学日啊 在这个开学的前几天 他们就压力来了 不赶快 赶快加速打疫苗的话 怎么开学啊 对不对 学生都聚在一块 好 赶快想办法补救嘛 但是此外 大学生就跳脚了 大学生怎么办呢 所以我们也不能忘了大学生啊 18岁以上的这些人 18到22岁的这些人 很重要 所以也要让他们赶快打 希望指挥中心赶快改 所以呢 阴系的立委 8月28号一喊 后来8月29号 哎 民进党怎么样 政国会的立委 也开始出来喊了 陈廷飞 喊了以后呢 什么叫 别漏街年轻人 不要漏街年轻人 对对对 喊得很大声啊 那着眼点是什么 我们要保护年轻人啊 结果你知道陈时中第一时间 他8月29号后来就回应了嘛 因为两个派系的都出来讲话啦 得罪不起 结果他第一个反应是什么 第一个反应是说 那没有读大学怎么办 陈时中第一个时间是这样回的 你这样听之下说 哎呦 他很有gots哦 他是在吐回去吗 对啊 有音系的 很多人没念大学 直接投入职场了怎么办 是 他这样讲好像也没错 因为他可能也考虑到的 就是其他的中壮年的民众 所以呢这个权益到底要怎么样 施打要怎么样的顺序 哎 陈时中既然这样讲了 你想说那应该就是这样嘛 按照他原来的计划 没想到隔天就变了 又变了 对啊 结果后来就变成说 是 18到22岁 也应该把他们放在前面 他们可以透过预约平台来施打 来登记就对了 就是BNT 所以啊 不是 就是看着这些立委的风向在办事嘛 对 很简单 可是我不先讨论 陈时中的法夹弯 我比较好奇的是这个 我给大家看 这是什么 这叫什么 我跟大家说 主决议 8月28号 英系出来讲 8月29号 政国会也出来讲 通通都是在讲 不要露接年轻人 别忘了年轻人 但是我想问这些立委们 请问一下 甚至60多位的民进党的立委们 你们在6月的时候 你们在干嘛 6月中的时候 当时国民党立愿党团里面 提了一个案子 不就是希望什么呢 来 往下照 8月31号以前进口 3000万剂 国际认证的COVID-19疫苗吗 讲的是8月31号以前进口 3000万剂的数字都给你了 结果呢 他们把这个法案挡掉了 挡掉 这档案否决了 6月份的事 结果呢 现在再出来 说不要忘记年轻人 那请问一下 6月中的时候 你们心里有年轻人吗 你们那时候想的 到底是疫苗 是人民的健康 还是为了要护高端 当然是啊 我今天特别发现 这个所谓的预约系统 为什么会大乱你知道吗 根本是为了这些高端 跟年轻人大乱的 其实我说实在的 这些预约系统 有没有这么难 一点都不难 它就像我们常常去做的 PC Home啊 虾皮啊 有没有购物啊 有没有网站 那购物网站不是都是这样吗 你在逛街的时候 你选到什么 不是会打勾打勾打勾 然后丢进购物车 对一直逛一直逛一直逛 那丢进购物车之后呢 你真的发现逛得不错 你就去结账 结账以后就付钱 对不对 对 那我们现在不是这个系统 所谈唐凤系统也是一样 你也是意愿嘛 意愿就是购物车嘛 打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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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要这个 先丢入哪里 预约意愿系统就1922 就是购物车 那真的要预约登记开始打了 就是结账嘛 因为我确定要的 你也觉得我OK 那我们就结账 对不对 所以平台跟我要达成协议 就在那个地方 请问一下这系统有多难 不难嘛 而且你在购在那个PC Home 或者是在那个 那个什么富邦购物系统 或者虾皮的时候 你会不会勾完之后呢 你突然跟你讲说对不起 你选了就选了 你一定要去结账 不可能嘛 我可以取消嘛 那会不会他告诉你说 你要继续购物 你就必须要重新再把 打勾的全部取消 delete一次 再回来重新购物 也不会嘛 但是我们预约系统会 你有发现BNT来了 唐凤就开始又在那边 改这个系统了 哎呀你前面AZ要先取消啊 你不取消 你后面就没办法登记啊 好啊好啊 那我现在赶快取消啊 因为富邦那个虾皮 都可以取消嘛 不对 你9月11号才可以取消 嗯对啊 是 你9月11号才可以取消啊 否则你没办法啊 全部为了什么 这是刚刚请教官讲的 就为了那个高端 对啊 你这时候万一登记 那就没有人要登记高端啊 所以你要等哦 到9月11号你肯不肯 你要等 你要等 那你就慢慢等 不然先等 先打高端 所以呢为了这个系统 改来改去改来改去 就造成大当机乱七八糟 请问一下我们如果 意愿登记跟预约 像这么烂的话 然后这些唐凤哦 如果在詹洪志那边上班 好不好 在阿里巴巴上班 在淘宝上班 行教官 应该唐凤被人家巴头了吧 你给我设计这种系统 还要全部取消 詹洪志大概直接把电脑键盘 往唐凤身上砸下去 给我天才什么东西啊 可是我们在行政院没事 做他好棒棒 天才IT大臣 其实就是为了高端嘛 弄得整个乱七八糟 只为了坑出第六轮 全部给高端 每个人机关算尽 只为了要帮高端 在第六轮独占天下 所以整个系统出问题 当机乱七八糟 然后还要告诉你 30万个人同时登记 于是当机 对不起 BNT 300万人 人家还不是好好的 系统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是你们这些人有问题 所以你不觉得这一波 真的很恶心啊 然后就为了这些 所以你们真的有在 为疫苗打算吗 3000万剂 刚刚请教官亮出来 这个才是重点啊 对啊 那时候他学的嘛 目前政府只愿意承诺 8月底共会有 1000万剂的疫苗 然后其中还包括了什么 部分没有进行过 三期临床试验的 国产疫苗 也就是大家讲高端嘛 背水车薪 所以希望8月31号之前 要进口多一点 进口3000万剂啊 结果呢 当时就被挡回去啦 然后 8月底1000万剂 光那一句话 它是不是就跳票了 对啊 他会跟你讲 有啊 我们来1000多万啊 但是700多万是送的啊 对不是自己买的 但是我达标了 我不单达标我还超前 然后他现在搞不好 还要把秦教官刚刚爆料的 93.2加91 又要算在他们的扣打 不但8月达标了 我9月BNT又要来了 所以国民党的这些立委们 看起来好像变成一个笨蛋一样 很厉害吧 如果不是秦教官提醒我们 大概没有人记得会这一张吧 对啊 但是现在不但是要抢攻 他们要抢着打 然后还要什么 还为了日后的选举啊 否则的话 怎么会在这个时候 忽然就又挤出来一个 18岁到22岁 也可以去什么 优先的去预约 对啊 完全没道理啊 其实大家就看得很清楚嘛 对啊 就是2024啊 到时候这些手头族啊 是不是就会心怀感念 就能够来投给民进党一票 感恩 或者说现在这些年轻的学生们 对不对 你看在学校里面 国中生 国中生的爸妈 也年轻也有投票资格了嘛 他们会不会心怀感念 到时候是不是也在选举的时候 关键的时候投下那一票 真的吗 真的到时候 现在弃了半死 打不到打不到 然后呢 只要一打到了 通通都闭嘴了 闭着眼睛 就投给民进党了 难道这个民进党打得如意算盘 真的会成真吗 我觉得不会 这次不会了 我觉得不会 以前可能会 以前可能会 因为请教官我不晓得 我不晓得其他的年轻人怎么看 至少我问到我身边的年轻人 然后我有两个来源 第一个就是所谓的PTT跟D-CAR 我最近很爱看PTT跟D-CAR 尤其D-CAR 因为大家应该知道 大家都以为 PTT就是年轻人的天象 其实现在PTT已经渐渐视为了 大部分的年轻人 真的所谓的 你刚刚所谓这批疫苗的17岁 就是所谓的高中生 即将进入大学生 高二高三 开始真的玩网路了 其实在高二之前的 不算真正的网路族群 他们的所谓网路就是打电玩 就15岁以前就是在上面做一些电动玩具 发脸书 发IG 真正的参与公共事务 就是我上去我开始会知道 我知道社会发生什么事情 大概17岁 17岁到22岁 就这一波 那这一波的人呢 年轻人其实他们以前 因为对PTT充满了政治 所以他们可能在5年前 8年前10岁的时候 啊PTT都在讲政治都在讲没兴趣 所以他们发展出一个叫D卡 所以这些人到会跑去D卡 他们上面都是挂什么 世新大学台湾大学 如果你有玩过的话 很多大学生在上面 全部都是 D卡一定是大学生 因为他用大学学校里面的 那个账号去申请 所以你看D卡的发文 上面出现的不会是秦教官 周玉琴 罗友志 他一定是政治大学广电系 然后没有名字 我们两个是政治大学广电系 那我们就会出现政治大学 然后有的会出现系 有的不写系 有的只是政治大学 大量的他们就觉得 我这样不用挂名字 我只要把我的学校揭露 所以他们在上面 都谈论公共事务 所以现在大部分的年轻人 有这一次要打的 都是在D卡 所以看PTT 其实完全没有这么准 但是OK PTT给参考 真正表现这次BNT不满的是在D卡 而D卡的也有类似这种八卦版 或者是政论版 你去看 他好像排在第8第11我忘记了 你去点进去看 所有的那些年轻人 对于他们打不到疫苗 我想只差没有打三字经而已 他们那个气 民怨沸腾了 非常的气 他们那种 那种我可以感受到 要不是 我跟你讲 如果不是网路空间 这一波年轻人 还有点点教养 我想可能三字经都连发了 所以我真的发现 D卡上面的情绪很沸腾 这是我第一个管道 大家有空 也可以去看看D卡 未来的风向一定是D卡 然后第二 我身边最近也陆续 因为我开始参与一些直播 很多年轻人 然后像我办公室 还有外面的一些 在做设计的都是年轻人 那我有问他们 都二十几岁对不对 都二十三刚毕业 那他就是打不到的啊 对 然后他就是投蔡英文的 我身边用的十个年轻人 有七个当年都是投蔡英文的 那另外两个 可能还不太敢跟我讲 搞不好另外两个也是 那另外一个还是 可能真的没有投 确实啊 这个年轻人的支持度很高啊 结果我发现 他们现在整个风向开始转变 转变 以前是不是不是很开心哦 他们现在对于对于我 他是不反应 以前他们会很讨厌我 哦 不是因为领我的钱 是因为他们在讨论的过程 你发现说 他们的疫苗被剥夺 被剥夺 然后这一次我特别问他们说 哎 陈时中说你们可以打啦 他说感恩哦 谢谢哦 他们的态度是这样子 就翻个白眼再说 只要关于你也有小孩 是大概是比较更年轻一点点 你可以知道他们这个态度 是什么意思对不对 谢谢妈妈 真的谢谢妈妈 心里面很多的那个 你知道就是不爽 然后后来我再问他说 那如果明年在后年再选 2024你们会投给民进党吗 你有先问过 我有问 我有问 他们能代表多数吗 10个嘛 10个里面 他们大概有6个跟我讲 不会在任何考虑 连考虑都不会了 大家同意吗 我真的很好奇 大家会觉得同意吗 就是真的这次会变吗 因为之前你知道 一到了选举 哎 马上就翻过来了 年轻人想一想 啊 好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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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还是投民进党啦 就算有什么不满 还还是闭着眼睛 就是投民进党啦 但是呢 这一次呢 哎 攸关疫苗哎 疫苗又攸关生死哎 健康很重要啊 对不对 拿命来换的哦 所以大家呢 这次看法如何 你觉得是不是这种痛 这次不一样 年轻人感受到的是 最深切的那种痛 那种剥夺感 所以可能会反映在选举上 如果你觉得是 你觉得这次手头足们 年轻人们真的要反 因为疫苗打不到 嗯 就算打到了 现在说哦 赶快给他们打 赶快给他们打 那你觉得呢 反映一下 对 大家觉得怎么样 你觉得手头足 真的变新了 就算有疫苗打 也不投民进党 加一 你觉得如何呢 一一一 大家可以 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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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